房子很矮的,对吗? 左手边开始有高的房子了 在古代呢,在以前的苏州 右手边才是真正的孤苏城 还有一个城墙在里面 但是现在呢,已经把它拆掉了 那么在左手边呢,现在是什么呢? 左手边呢,是苏州的新区 就是比较新开发的城区 所以有高层的房子 大概今天转的一天,都是在老城区里走 也就是讲,都是在孤苏城里面 那么很多城市都在孤苏城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,这个孤苏城蛮破旧的 事实上,因为苏州以前旁边有一座山叫孤苏山 所以这个城市也叫孤苏城,这样子来的